说起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王朝 我们都会想起这三个我们比较喜欢的王朝 一个是汉朝 一个是唐朝 一个是明朝 汉朝的强大 可以用一句大家熟知的话来概括 凡日月所照 江河所至 皆为汉土 这句话听起来很狂妄 可是当时的汉朝还真就是打服了四方 唐朝的强大 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唐朝时期的中国发展到了世界第一的水平 不仅西方各个国家来到唐朝 他们还以能够到唐朝来学习味容 明朝时期的强硬 给后人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而且七次郑和下西洋 都给世界留下了明朝的强大印象 不称臣不耐共不和亲的口号 直到现在还被人给津津乐道 但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 也有这三个王朝 是被国人的认同感较低的 甚至在一些国人的眼里 这三个王朝就是耻辱 那么被视为耻辱的王朝是哪三个呢 首先我们来说说陈朝 陈朝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被敌人吓到躲进井底不赶出来的皇帝 你见过吗 陈朝是南北朝时期的最后一个朝代 君主陈淑宝是个出了名的懦夫 只会饮酒作乐 公元前589年 孙文帝阳间的大军一举攻进陈朝都城 闻五百官坐鸟受散 只有一个大臣对陈淑宝说 陈朝已亡 但要败得有气节 建议主公这正装欲正 为陈朝留下最后一丝尊严 结果人陈淑宝表示 大丈夫能伸能缩 我自有办法 随即带着两位爱妃躲进井中 试图逃过一劫 一开始只是在井口吆喝 但陈淑宝非常能够 没办法 随君只好往里面扔石头砸得陈淑宝直喊 君也把我调上去吧 堂堂皇帝窝囊成这样 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其次我们来谈谈西晋 西晋朝代是中国历史上 备受争议的一段时期 虽然司马延初期建立了西晋王朝 并实现了统一 但他后继者的统治 却导致了西晋的衰落 很多人都认为 西晋是最耻辱的朝代 又窝囊又腐败 甚至历史书上都甚少提及 司马延在西晋朝代的初期 作为明军 为国家的发展 做出了一些积极的努力 他建立了西晋王朝 统一了中原 为国家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然而 当司马延完成了统一大业后 他开始沉迷于享乐 忽视了国家的智力 特别是沉迷于后宫之中 这导致了西晋逐渐走向衰败 司马延的后继者们 没有能力有效统治国家 导致各地势力崛起 社会动荡不安 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集权 地方割据势力抬头 造成了政治的混乱和分裂 这使得西晋无法有效应对各种内外挑战 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受到了严重威胁 西晋衰落的同时 北方游牧民族开始崛起 他们看到了西晋政权的腐败和内部动荡 趁机大肆入侵中原 这些游牧民族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 残害了中原的百姓 使得整个汉族险些遭到灭绝 此类侵略事件的发生 与西晋政府的无能和内部纷争密不可分 因此西晋成为历史上最丢人的统一王朝之一 这段时期 社会动荡使得百姓流离失所 生活陷入了苦难之中 人民面临着生存的困境 无家可归 饥寒交迫 同时 地方割据势力的出现 也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和冲突 百姓的生活状况更加糟糕 晋朝的八王之乱是一场重大的内乱 晋朝的王爷们为了争夺皇位而相互争斗 这场内乱导致了国家的分裂和战争的爆发 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伤害 各个王爷为了争夺皇位而互相对抗 他们为了个人的私利 而忽视了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福祉 他们的争斗造成了无数的牺牲和破坏 导致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另一方面 晋朝面临着一族的入侵 这是指北方的几个势力 崛起的游牧民族发动了大规模的入侵 这些游牧民族侵略中原地区 破坏农田 掠夺财富 甚至残害百姓 他们对中原地区的侵略产生了极大的危机 使整个国家陷入了混乱和动荡 这次入侵对晋朝的文化传承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几乎使文化传承中断 国家的存在甚至受到了威胁 八王之乱和五湖乱华 这两大灾难性事件 给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阴影 这些事件使晋朝成为历史上 备受耻辱和不堪的统一王朝之一 五湖乱华之后 汉族力量更加衰退 司马家族决定举家难逃 公元317年 司马瑞在南方建立了东晋 想要延续晋朝的统治 看看能不能重振繁荣的时代 然而东晋和西晋相比 变化甚微 仍然是一个至暗的时期 东晋有十多位皇帝相继登位 可惜所有的皇帝 都没有能力挽救中原王朝的衰败 虽然东晋建立后 统治者试图北伐夺回失去的北方领土 但都以失败而返 与此同时 胡人也异常残忍 经常对汉族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无论是老人还是年幼的孩子 都没有幸免 有的族竟然还会生吃少女 给当时的百姓带来了巨大的恐慌 除了外来民族的入侵 东晋内部还面临着 士族之间的争斗问题 就像是一场家族内部的争夺战 不同的士族势力之间相互全谋 争夺权力和利益 导致内部纷争不断 如同一团乱马 这种争斗不仅削弱了晋朝的统一 也让东晋分裂成了几个不同的势力 内战不断 最后我们来谈谈清朝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朝代 清朝在我们的历史课本中出现的频率最高 然而并不是因为他们为国家的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而是因为在既现代 尤其是清朝晚期 他们频繁地在战争中失利 并签订了许多不平等的条约 清朝被称为窝囊大清 这个称号是从满清后期开始的 至今仍令国人感到羞愧 事实上 清朝一开始并不是实力如此薄弱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清朝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拥有先进的海军和一系列武器 包括重炮 在经济和文化方面 清朝也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西方国家派遣使节来中国进行交流和学习 中国的文化交流非常丰富 许多皇亲贵族从小就学习英语 然而 后来清朝进入了长达一百多年的闭关锁国时期 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世界各国在这期间广泛开展军事和科学技术研究 而中国仍停留在使用火药放烟花的时代 这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 亲华日军占领吕顺 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亲华并掠夺无数珍宝 八国联军只有两万余人 却让清朝统治者惊慌失措 慈禧太后抛下百姓匆忙逃窜 显示出满清政府的无能 在八国联军战争中 清政府赔偿了4.5亿两白银 这个数字正好接近当时中国人口的规模 八国联军嘲讽清政府 要求每个中国人赔一两白银 只有两万人抢走了4.5亿白银和无数国宝 听起来荒谬至极 国家陷入如此大的困境 慈禧太后还有心思用巨额白银为自己办寿宴 可笑至极 历史告诉我们要想建立强盛的帝国 君主必须具备雷霆手段 否则永远无法成为伟大的统治者 你还知道哪些耻辱的朝代 欢迎留下你的观点